好 回來10月17日的《啤梨晚報》 今天的《啤梨晚報》是有點奇特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不是太聽到自己說話 我剛剛才問袁阿正和operator 因為我上網看了 但是呢 當然想問別人 我心會安一點 是什麼事呢? 就是大家知道我出發前有些傷風減 我這個傷風減很神奇的 又不會惹人的 所以比較穩定 為什麼呢? 好像他老婆跟我七八天相對 理智良夫婦 即是雞飲愛一點 甚至乎有些要嘗試聲龍王 他都沒事 但是呢 我這個傷風感冒 有個問題就是 我的鼻水多 然後我突然發現 我下飛機的時候 為什麼那隻耳 它會紋了 我以為是那些氣壓的問題 但後來不是 很久都不行 這隻耳好了之後又到這隻耳 然後兩隻耳都紋了 就是呢 好像隔了一些東西 我想大家有網友試過的 我上網看就說 如果過了一個星期 都不行就要去看醫生 說鼻涕呢 你知道鼻涕是通的 令到中耳 但它又不通的 總之是隔了一陣聲 所以我現在很奇怪 我這個呢 病患很奇怪 有時候我會 好像晚上都沒有咳 通常這些咳 晚上才咳得很厲害 嗯 我說一去到那些地方 局促一些 就咳了 嗯 但是咳了 你咳那麼久都不要緊 但我現在聽不到東西 那一刻呢 正常來說 咳 就行了 又不行了 對 OK 這次我去明古屋 我看有二十個景點 我不會播放的 大家放心 包括這二十個景點 明古屋城 那很出名 我是沒有去的 是沒有去的 葉田神宮 大崔觀音 百亭鳥園 六周二十一 我都是沒有去的 豐田技術紀念館 德州園 豐田產業紀念館 大崔商業街 明古屋市科學館 學武公園 還有 最出名的 吉卜力樂園 我全部都是沒有去的 OK 那我去過什麼呢 我都不是特別有心去的 我姐姐經過了 日本樂高 Legoland 我沒有進去的 經過榮 一定會去的 榮是市中心 電視塔 明古屋 我又經過過 我真的去過那個地方 去港的二十個地點 我去過四個 今次 明古屋講的水族館 百川鄉的合掌村 即是那些屋合掌村 是啊 下旅溫泉和高山 我也有去的 那為什麼我不去那十六個呢 其實是因為之前那次租金 是去過了 但是日本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是一個永遠不會厭的地方 今次我最大的發現呢 有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很多外國人 我覺得是外國人 即西方人士 澳洲 美國 歐洲 多過大陸人 可能是微虎屋的地區問題 都不是的 它便宜的 還有人家 還有人家 那晚我和澳洲外婆聊天 我問你 你什麼時候來日本 是不是第二次 都很久的 他說他搭 五個小時飛機 去新加坡轉機 又搭四五個小時才去日本 他說 他說 你知道他們香港人 叫日本做什麼 我們叫他做Madelland 他說 我慢慢解釋 但是 他都很喜歡日本 所以主要 他很Civilized 就是我這樣說 很文明 我要這樣說 而不是很傳統 很傳統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可以說 但是今次 是我人生第一次 各位網友 去旅行 或者去Ship也好 我第一次買到行李箱 我從來沒試過 因為我就算去 極 嚴寒的地方 一個月也好 我的Handakage我已經夠了 就算一夠 怎麼拜都夠了 現在我喜歡用一些 大的行李箱 為什麼可以帶著公仔去 就是帶著我的 因為我抱著睡 我給你們看 不是翠瑞 有拍照的 譬如這裡 這個 我把 我的第一張照片 就已經是 很像 先看 我拍了第一張 這樣 各位 這隻叫熊熊 它叫坐車 這麼大隻 那我不帶大箱 怎麼帶呢 我帶了三隻去 好了 今次我終於買了一箱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一些東西 我買了很多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 什麼都搞 沒錯 就是買 我看到 我姐姐認為 比麵神更加好吃 就是 我們之前上來做主持 拍攝過主持 有網友認為 全世界最好吃的植食麵 就是這一隻 現在你看到是啡色 其實不是的 大家認住 它是綠色的 中華三味的 北京風香鹽 不然 我直接 送貨 當然 那隻行李 其實那隻行李 都買了三四千元港幣 如果那隻行李 那麼貴 我都不知道 我作為行李 但是行李我始終要買 你不能夠說 真的為了去買 我始終日後用得 我今天要貴 那些行李 回來我就不是 推著行李 貴的 就是買這一隻 中華三味 和麵神回來 明天大家可以試一下 真是好吃到不得的 十幾元一包麵 為什麼會這麼好吃呢 我姐姐經常問我 嘗試了嗎 嘗試了嗎 因為呢 嘗 我嘗試了 廣東味 我認為很好吃 好 這隻更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了 好了 還有呢 我想介紹一間 是我的好友 這次呢 我 吃一些便宜的東西 啤飛駝牛的東西 都不是貴的 即是給你們 你上次說 龍女朋友說 吃過了二千元一間 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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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元當然貴一點 但其實這次呢 因為我在飛駝 在高山 嘩 那個燒烤 就是我老婆又不吃牛 那我就唯有叫一個 combo 即是有一些牛 只有三種牛 其實我很多人都吃 但沒辦法 那些人都吃不了那麼多 那他有一些豬 另外叫一些海鮮 所以多少錢 一萬日圓 就差不多 五百元 已經很好吃 那個 其中一個部位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日文來的 我放在口裡 是融的 自己 牛香味又濃 OK 但都不令到我 很surprise 有一個surprise 就是 那last night 最後一夜了 我打算我什麼都吃完了 二大利菜都吃完了 我想吃串燒 那我上網搜尋 那見到有些人呢 就介紹一些介紹 我通常看日文 我當然不會看 有翻譯的 是嗎 嗯 好了 那我那時候 就叫我酒店 給我訂位 我說我想試試這間 那 訂位 我去到那晚 我星期二晚去到 哇 你媽媽這麼荒涼 她不是在大街大巷 是在文宅區那裡 這麼荒涼 進去 只有三個人 一個在宵夜 一個在收拾 一個在收拾 一個女兒 十多歲 她很靚女 很靚女 很靚女 我進去 然後她 因為我叫人家去留位 她當然不懂英文 那些區分 然後她說 Table for two 我reserve 她說 OK 就給我看了 Berryman我下日 進去 其實她不便宜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去日本吃東西 一百一寸 不是說五一一寸 是啊 是有點這樣的 那我這一檔 動作都是一百多日圓 二百多日圓 甚至乎三百日圓 即十幾元一寸 但是其實 你對比一百日圓 當然是貴 但是其實真的很便宜 是吧 香港吃川燒 吃到牛底 隨時一個人吃四五個水 狠狠狠狠 一個人 香港的 所以這個人就回深圳 哇 這間店 好吃到 是驚喜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名古屋 它有三間店 都是名古屋 我們出一下照 叫什麼呢 這個就是名古屋 今次 中部機場 我去哪裏呢 我去百川鄉 就是我去到最入 今集 富山工坦都去過了 這些不用說 好了 下一張 就是這間 叫大銀 大銀 大銀什麼呢 大銀行 即是大白果 大銀行 那我用炭火烤的 我之前來這間 名古屋西店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 它完全 它的人不懂得說 但是你日本人最好 那些電視 menu 你看圖 它有英文的 那你就想 Liva的肝積是什麼 你就想 是神還是魏潤 你就自己想 哇 好吃到 即它不是一百元 那為什麼呢 日本經濟真的差 譬如我說那間壽司 100日圓 壽司狼那些就爆 旁邊那間 150日圓 就差一點了 但其實你吃下去 200元港幣左右 兩人多 這個 真的 很便宜 很便宜 這個呢 我簡直吃到 哇 我和我老婆 李阿牧 那麼好吃的 那個滋 那個雞滋 簡直好像鵝滋 進口 一丟下去 不用咬 溶 那些腎 每一個部位 那個雞 雞軟骨 有幾個部位 脆骨 雞心 嘩 這間店 不得了 不得了 我買單都貴的 一萬英 畢竟都是五百元 即二百多元一個月 在日本來說是貴的 那些串燒 那些人吃三兩支 嘩 但我們真的不停 我們繼續看照片 這個呢 很普通 燒 這個番茄 嘩 每一個番茄之間 年糕 是番茄 是番茄 番茄的底 它有一塊 煙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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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每一個番茄之間 嘩 那個好吃 真正正 我是highly recommend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去這間大銀行 好 下一張 這個呢 不得了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雞蠅 屌你了 被入口融 我真的未吃過這樣的雞蠅 你知道那些雞蠅是甚麼味道 嘩 是 雖然是這間劍 但是我臨走的時候 我看看 原來它真的用避場炭來燒 它真的用純炭火 那我覺得呢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一下 即是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你世間紛亂到這樣 只要有假期 拿到少許錢 這個便可以解釋到 如果你可以 打臉寒 為何那些人不在香港 在香港怎樣吃呢 沒有 明國的雞蠅 在日本都很著名 三大雞蠅 是嗎 明國 我真的不想知道 你這麼想知道 很想知道 嘩 他連那些雞肉 就這樣做雞肉 做雞肉球 嘩 嘩 你咬下去 雞肉爆出來 那些雞 嘩 我這樣 很好吃 那當然 你說我 我經常吃雞肉很寡 它一樣是 有豬肉 但沒有牛肉 牛肉就貴的 但是我覺得 你是夠了 吃些燒飯糰 嘩 沒得頂 大銀行 名古屋西店 你們要找地址 自己上網找 找到的 一定有辦法的 今時今日真是天涯若彼倫 好 OK